好,那我們先來看一個這個線上的螢幕錄影 那麼,您找這個網站也可以,或者像我在這邊 我先給您看一下它大概的一個使用方式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比較鼓勵大家就是 您如果說要做所謂的這個錄影的時候 最好是用腳架 你看像我前面這邊是有用腳架 所以有腳架的話,您再做調整比較方便 當然有腳架有大有小 反正能夠固定住的話,您再做會OK一點 另外其實您有看到我們那邊還有一台 有沒有注意到? 等一下老師會上電視 習慣一下上大螢幕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種教學方式 就是說您在教學現場不一定要錄影嘛 我今天不錄影,可是我可不可以 把現場的,比如說同學的作品啊 還是說報告的內容 他不好意思拿到前面,我就站到你旁邊嘛 把你就PO到上面給大家看 這樣也可以啊 只要經過他同意啊 這是很重要 要經過他同意 好,所以在這邊 這個準備工作 我就放後跳了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個這個方法 這裡 那您在看這個的時候啊 一般來講我們會請老師 代表他會提醒您 我把它放大一點 也會提醒您 就是他有所謂的快速鍵 一般我們要用錄影的話 最好老師可以稍微簡單記一下 這樣速度會比較快啦 好,速度會比較快 當然如果您要直接用點的 他也都有這樣的功能 也都有這樣的功能 那 第一次的時候呢 待會您進到這個網站的時候 好,您進到這個網站 APowersource 他按下開始錄製的時候 第一次他會要求您先 下載一個叫做啟動器 下載一個叫啟動器 那這個就是有第一次的時候 您下載完了之後 可以把它做安裝的動作 那這個很小 檔案很小 檔案很小 所以 這樣子 安裝完成之後呢 您按下錄影 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等於這個是線上的服務 這是屬於線上的服務 那您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你可以選擇 你要錄影的是螢幕 還是來自你的網路攝影機 那你要錄的聲音 是錄單純的電腦的聲音就好 還要不要加上你麥克風的聲音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出聲音 我們網路上有這種影片 就是他是做教學 可是他不想要自己講 他就操作給你看 然後就放一個背景音樂 有這種 有這種 所以您可以自己覺得 那螢幕的大小 都OK 那這套軟體 這個線上的服務 其實有個好處是 它包括了 像老師有看到我 這樣廣播的時候 我是不是都在上面畫來畫去的 他那支筆也幫你準備好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所以呢 您現在呢 看到這樣之後 我們了解了對不對 現在呢 我們就直接到他的網站 我們一起來看看喔 您如果進到我這個教材 你往下走 你往下走 就會看到這個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網址 在這邊有一個網址 這家公司 他上面的這個工具 免費工具 其實還蠻多的 當然他也有付費的喔 如果說 你覺得我想要更多功能 然後呢 我又不希望 一定要上網 因為他這個工具 前提就是要上網 那我想要有更多功能的話 你當然他有付費的那個工具 好 我們就點過去了 好 點過去之後呢 你看一下 有沒有 是不是進到這個畫面 你就按一下開始布置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 會出現一個下載的喔 是不是下載啟動器 你就跟著一起做看看喔 這樣 好 好 等一下在我們左下角這邊 在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這個下載的 因為檔案不大 1Mbps 所以應該速度很快 下載完 我們就把它執行 安裝起來就可以 好 現在我就把它安裝起來喔 你點他一下喔 點左下角這邊 點左下角你下載的喔 這裡 我們左下角是不是有下載這個 你把它點一下就可以做安裝 左下角 這樣 這樣子 你等一下呢 就可以開始 進行錄影 因為他裝完之後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好的就沒事了 應該說他的事情就結束了 就換你了 換你表演了喔 好 再判斷一下喔 來 他本身錄影其實存在 還是存在你的電腦裡面 存在你的電腦裡面 並不是直接就傳到雲端上 好解決了 現在已經更新完畢了 我們就可以馬上來錄影 那這個 線上呢 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還有什麼 有簡單的那個影片剪接的功能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用這種方式錄製 然後又萬一有需要剪接的 他也可以做得到 而且他輸出檔案 你真的還蠻小的 真的還蠻小的 當然如果您真的想要付費的 我現在軟體很少看到三位數的 老師有沒有買過軟體有三位數 很少 除了APP 就是我們一般那個網路上 手機的APP才有三位數 有沒有 是不是就好了 他好了就準備等你啦 那您看到呢 您看到他有一個畫面 這個藍藍的畫面 就是您錄製的範圍 所以如果說 您要移動他 就用中間這個 有沒有 中間這個就可以移動 看你要錄的範圍多大 你就把框 框選好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那 要錄製的時候呢 您先確認一下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你點了這個 他可以選擇 我是要錄螢幕 還是單純只有錄我的攝影機 你可以 因為有的人他想要做現場 所以他就只錄攝影機就好 不一定要錄螢幕 那第二個呢 聲音的部分要麻煩您 注意一下 因為呢 預設是只有錄系統的聲音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聲音 麥克風這裡 我們是不是要 連麥克風跟系統都要一起來 好 所以這個地方 您要稍微調整一下就好了 好 調整一下 那麼 這樣就結束囉 真的準備開始錄了喔 你就按下哪裡 左邊這邊有紅色的 紅色的 開始錄影了 來 您試看看 這樣我現在都已經選好了 我就按下去了 那他第一次按下去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 剛剛快速鍵 有沒有 那Ctrl加F7是暫停 Ctrl加F7暫停或繼續 那你要完全停止是Ctrl加F10 其實如果老師你不是錄全螢幕的話 下面那個工作列還會在 你也可以直接從下面工作列切換 但是萬一你是全螢幕 或者是你把那個工作列把它關掉了 你要重新顯示出來 CtrlAlt加1 這樣OK的齁 反正我就不把他關掉 好按確定 開始倒數囉 好有沒有了 所以現在就開始錄了 那這個時候開始錄 我們要講解一下 比如說我們想要來看 請老師來看一下我們簡報內容 現在有時候切到簡報內容 我就拿這支筆出來囉 下面是有一支筆 推出來 同學請你記得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這樣還蠻方便的 那你如果要框框的 他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框框的 請看一下我們現在要講解這一塊 對不對 他工具還蠻不錯 那你要還原啊 或者你要把它擦掉都可以 那如果你覺得 同學你這樣還看不清楚對不對 來 我 叫我給你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 他會抓不到 因為我現在錄影我有用到他 我們 那個網路攝影機現在沒有用到 所以這邊會黑黑的 如果說老師你有需要 要即時 上來上面秀給大家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網路攝影機 畫面打開 那如果不要了 你就再把它關掉就好了 這邊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把它按一下 這樣就沒有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還蠻麻煩 那你隨時可以從這邊做暫停 然後再繼續 所以線上的已經都可以做到這樣的 所以他工具還算蠻完整的 工具還算蠻完整的 工具還算蠻完整的 那如果說你已經錄完了 就按這個打勾 這個時候呢 他會開始把你錄的影片 先開始播放給你們看喔 那這個時候開始錄 我們要講解一下 然後比如說我們想要來看 請老師來看效果 這樣效果還OK嘛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滑鼠 會有一個亮亮的游標在那裡 會有一個亮亮的游標 那那個游標的那個形式啊 都可以改變喔 都可以改變 如果你今天有需要 等一下我再換那個 這邊給你看喔 如果您覺得OK的 在右下角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輸出 在這邊 有沒有 儲存的 右下角 你把它按一下 你會發現呢 它有幾種可以輸出的方式 第一種 當然就是直接把它保存成 您的影片檔案格式就好了 第二種是 變成GIF 這個應該大家用到機會比較少 因為GIF的畫面沒有什麼 沒有聲音 好 可是老師如果有需要剪接影片 就可以在這邊直接做剪接了 直接做剪接 它提供的是比較簡易的 但是 基本上如果老師真的 在錄製過程有錯 其實還可以用 那我們剛剛 錄製這樣完了 您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直接把它保存起來 你看它預設錄下來 有沒有就是NP4的格式 NP4的格式 其實檔案就還蠻小 那我把它存到我們桌面上給您看一下 它就會開始把剛剛那些檔案輸出 原則上 因為檔案還蠻小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錄的長度不算太長 大概只有一分多鐘 所以可能大概一到兩MB左右而已 可能一到兩MB左右就可以了 這樣第一種線上的 老師有沒有覺得簡單 很容易上手對不對 其實我們要的就是工具簡單 不要太過複雜 因為我們並不是要做那個像電視節目一樣 對不對 我們是希望把我們教學內容 能夠讓大家比較方便看到 然後幫助我們教學 因為如果你要做電視上的 你不要忘記了 電視上節目 不是只有主持的 還有企劃 還有那些很多的 才有辦法造就一個節目 好 來您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 剛剛那一個 到底 多大 好在這邊 1.89MB 是不是還蠻小的 好這樣帶著走就沒問題了吧 好那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喔 那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喔 好